社交網站Facebook和旗下多個平台 一度全球故障6個小時 在歐美地區網上生意嚴重停擺 Facebook公開自協 強調沒有用戶數據洩漏 郭偉儀報導 社交平台近年來是不少人的賺食工具 例如是直播打機、教健身、跳舞 全球超過35億用戶的Facebook 和旗下的Instagram、WhatsApp等平台 美國東浪時間星期一近中午開始 突然同時故障 在Facebook開網上舞蹈班的導師 說這一段時間無法聯絡學生 在歐美地區依靠這些社交平台工作的人和企業 突然被停工 受影響的還有大量透過這些社交網站 和通訊軟件做生意的網店 而利用Facebook帳號登入的各類型應用程式 網上平台、智能、電視等等 亦都無辜受到牽連 大故障足足超過六小時後才修復好 Facebook解釋負責協調數據中心之間網絡流量的骨幹路遊戲 配置改變出錯、影響服務 強調沒有用戶數據洩漏 Facebook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朱克伯格公開致歉 今次大規模故障 估計在美國單計廣告 每小時損失50多萬美元 股價同日也下跌近5% Facebook對上一次大規模故障在2019年 當時服務受影響超過24小時 這次大當機更可能影響用戶信心 Twitter在對手故障期間 用戶流量激增 Twitter發文和大家打招呼 用戶紛紛都說要轉用Twitter、Signal等等 有線電視記者郭慧儀報導